星期六,中银人壽香港超级联赛投场 标准流浪在主场 釜山道运动场迎战东方龙丝 近三场不胜的东方 今场一开球就采取主动 五分钟,先入新组接应 费兰道的右路传中,近处撞射 之后到标准流浪反击 前锋亚加斯图,跑跑而似咬柴倒地 最后他踢了十分钟都没有 就要担架台离场 27分钟,费兰道接应王威全球 一拐之后,左脚竞射中网側 东方一轮强攻之后,终于有收获 李嘉耀落底传中 利马回比后上的迪高 禁区顶竞射,勃勃拆微底入网 东方龙丝33分钟,领先1比0 流浪今场其实都有几个机会 好似这球,林嘉卫中场全直线 早连路跌跌撞撞,推入禁区 右脚射门,不撞目标 东方龙丝临完半场前,有个角球攻势 迪高头锤顶中高出 上半场东方领先1比0 下半场都是东方做主导 黄威全靓直线被劳卡斯禁区内起脚 被奥利斯封到 混乱中,劳卡斯在胸口把球控前 陪防的劳均尔未能成功解围 东方龙丝领先至2比0 东方龙丝乘性追击 劳卡斯被两个夹着都传到个球给新组 新组推入心脏地带之后 右脚射远柱入网 东方60分钟,扩大优势至3比0 之后流浪有零星攻门 包括离球,林岳熙和王俊轻门前失机 流浪肛门奥利斯长长都有精彩破救 82分钟离球 东方的王力威完全被劳卡斯起脚 幸好奥利斯反应够快拖出 落后的流浪没放弃 85分钟,后备入体的刘志乐禁区外放冷战 终于他们在89分钟,凭这个界外球攻势 由流浪的林岳熙窩里破弹 最终,东方龙丝作客赢3比1 全取3分 最终,东方龙丝作人 最终,东方龙丝作人 最终,东方龙丝作人